REMAX RELTRON地產, Tony Lai 幫你最短時間買賣得最好的價錢 最少麻煩, 最肯靈驗 榮獲REMAX RELTRON地產白金地產會大獎 Tony Lai, 是你地產的Super Guy 現在剛好, 如果你留意Sport 就在做French Open 法國網球公開場 是網球 一想起就… 網球手 網球手 所以我也有一段時間 沒有見到我們這位好醫生 是 Ronnie, 陳浩賢 陳醫生, 早安 早安… 陳醫生, 早安 跟我們說溫度, 一來我不在 但之前你也說過好幾次的網球手 其實跟我們重溫一下, 好嗎? 甚麼是網球手? 網球手就是手… 腿部位置, 外側的地方是會有痛的 外側? 對, 不會是內側, 一定是外側 外側, OK 外側的腿部就會痛 痛的時候, 通常我們用手腕的緣故 影響到有痛 這裡影響到這裡 沒錯, 不關腿部位置 其實手腕影響到… 某程度上應該是做大廚、鑊那些 都會容易有網球手 沒錯, 譬如說用手腕很多的動作 或者是工作都會影響到手腕會有痛 好, 通常如果有了網球手的時候 要怎樣… 多久能痊癒 有沒有得醫治的呢? 醫治一定有的 不過時間可能會比較長一些, OK? 一般來說可能四至六個星期 這樣, 而且會痊癒得慢一些 通常的原因都是因為要用手, OK? 因為如果在工作上影響的話 你不可能完全停止你的工作去治療 立即無法完全休息 你變成職業, 好好睡 那你不會想的, 做廚師 只是說我想休息的老闆 那你明天不用做了 就很慘了 所以難好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就是因為不能完全休息 變成會拖長了以後的時間 對 跟你說說一些比較… 我想這些是有些隱患的 但有些好像比較厲害的 不是急性, 比較嚴重的 我們有甚麼可以做到呢? 那先說一下醫治的方面 其實醫治的方面 我們有幾樣東西可以做得到 我們自己都可以做得到 就找你先 是的 最重要的 當然要找醫生 你很累了, 想那麼多 很累在家裡 首先就要休息 當然要休息 因為如果本身的原因 是太過重複去用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休息 休息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我們沒有可能 完全是不動手的 但是我們要 take a frequent rest 就是說我們要休息多一點 譬如說你如果要用到很多手腕的話 可能如果你是不停地用幾個小時 可能中間我們寧願… Take a break 對, 停一停 讓手可以有些休息 第一件事我們可以做的 第二件事就是Ice 即是我們敷冰 噢 敷冰有甚麼作用呢? 其實敷冰有兩個最重要的 可以做到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幫你治痛 所以如果你的手腕是痛的時候 我們敷冰之後就是減低痛的感覺 而第二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decreased information 即是減低鹽症 消炎少許 沒錯 減鹽 是的, 減鹽 好像我們都是… 我可以吃這麼多鹽 In take of salt 減低 但我有個問題 因為你說痛是由我們用手腕 而影響到外側的膝蓋痛 當我敷冰的時候 我應該正確敷在哪個位置 敷在你痛的地方 即是敷在你的手腕 外側那裏 是的, 敷在手腕那裏 跟食指痛藥、茶的藥膏 是很大的分別 因為如果你敷冰的時候 真的可以減痛 這個第一件事 因為如果你只是塗藥膏的話 它是減了痛 但是沒有減鹽 所以其實敷冰的作用 好一點 沒錯 我看到這麼多專業的球隊 立刻幫你敷冰 敷冰 有甚麼事先敷冰 第三件事 最重要就是用elbow base elbow base 其實elbow base 房間外面有很多的 很多不同的 我手上的 你有禮物 是的, elbow base 難道醫生看穿了我的臉 好, 這個是怎樣用的 其實elbow base 很多時候我們發覺 是會用錯了 OK 我們戴的時候 其實elbow base 那個作用是 就是將那個拉扯的地方 由在elbow那裏 向前一點 去手的前臂那裏 如果你將拉扯的地方 向前一點的時候 就不會讓它那麼多拉扯 就給它更加多的休息 所以戴那個時間 或者一個位置 其實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看到 很多病人就會戴錯了 戴錯了 變成沒有了作用 所以戴都這麼差 那你要教我們 怎樣正確的位置 怎樣戴 一般來說 其實設計 不是很重要 最主要是一個圈 其實已經足夠了 可以搓到 戴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我們打開它之後 就要將它 鋪在手的elbow那裏 是 那就不是鋪在elbow那裏 是elbow之前的 我記得一部之前 大約是一至兩吋之前 在手肘之前 是的, 沒錯 這樣戴著它前面 是的, 大約是一至兩吋 手肘 所以你扭起它的時候 大約一至兩吋之前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你扭起手的時候 就不會阻礙你了 沒錯 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手腕去做運動 所以如果我們經常都 用著這個位置的話 就沒有給這個地方休息 但如果你將那個 intruction point 擺在前面的時候 就等到這個地方休息了 就是它移動到前面 沒錯 所以最主要就是 我們要戴前一點 就不是戴著在elbow那裏 那就不需要在這裡有磨損 沒錯 所以我看到很多時候 病人就會戴錯了 就是這個 它放在這裡 其實就沒有了作用 所以一定要移動到前一點 記得要移動到前一點 然後呢 然後大部份 這裡可能都有一個盒子 只是幫你加大壓力 但是那個盒子有沒有那麼需要 未必的 最主要就是 那個大個位置要對 如果大個位置的話 那個elbow base 就會有幫助 OK 另一個留意就是說 當我們是用的時候才好戴 OK 不用的時候就不要戴 換句話說 就不要戴著它來睡覺 哦 鬆了 還有對於血管也不太好 沒錯 對 over night 其實會有elbow會再差一點 所以 記住我們用的時候 你用elbow的時候才好戴 不用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再用 即我必須要工作 我雖然痛 但我一定要工作的時候 就是最好戴著它 沒錯 當我不需要就脫掉它 沒錯 那有些甚麼治療的作用 還有甚麼治療才行 譬如說我們可以做一個矯正 如果我們的elbow的關節 是移了位的時候 我一定要復位 但還是我們做甚麼都不行 另外我們要試試做物理治療 譬如說做一個 就是用肌肉汁 勾出生 都可以做到消炎的效果 當然要多喝點水 為甚麼 有甚麼幫助 其實如果你不喝水的話 甚麼喝水也有幫助 肌肉會緊 如果你不喝水 其實對於elbow的伏穴 都會慢一點 另外譬如可以做missage 做針灸都可以 幾樣東西夾米 即是放鬆回去 沒錯 消炎等等 如果有沒有運動幫到 有沒有 沒錯 有了 我們可以做stringfening 或stretching 都可以 說基本上所有手腕 手臂的運動都可以做 譬如說做flexion extension extension flexion 另外可以做 supernation 和ponation 嘩 榮春 是這樣的 有些 這些都是手腕 和手臂的運動 另外手指都要 因為如果打字打得多 亦都可能會影響到網球手 嘩 猜拐每個人 審20 拐多點會 所以幾樣運動都可以 其實其中一件 我們可以自己做的 就是一個拉筋 因為這個拉筋 其實給予我們 一個很立即的relief 就不會扯到這裡 就依照拉筋 你怎樣做 有些可以很簡單 有些可能比較複雜 但做了之後 我們就不會那麼緊 明白 謝謝Ronnie醫生 各位觀眾 如果你錯過了 或者想看 就去我們WOW1.TV 重溫裡 你看到Ronnie教我們 就可以逐點重溫了 多謝你送給我的禮物 我會留給我的禮物 我會留給我的禮物 謝謝 謝謝 謝謝